有体验过那种正儿八经的港海 今天在骑将同学强烈的要求下 我们在单周就参与了这么一只真正意义上的港海 今天咱们要去港海 来体验港海 这个是真正的港海 来体验真正的港海 好激动啊 想像渔民一样完成一只港海 得有几个先决条件 一是得找个好地方 二是得再退潮起 三是必须得有专业的家伙事 比如说雨靴 大夹子 锄头 竹篓 缺衣不可 如果太阳大斗笠也得带着 我准备好了 我们出发吧 走吧 走吧 怎么样 我们还像这么回事吧 一脚踏出退潮后的泥潭 我心中只有一句话 嗯 这点才是港海的专业场地嘛 换句话说前几天 在那游客遍布的沙滩上 挖来挖去的都傻碗 不真的你看你看 这个生蚝 其实生蚝这种东西都没啥意思 遍地都是随便捡 我们的目标可是大个的螃蟹 夹子啊 我说有大了这个 那不回夹手吗这个 我说有大了 好爽好爽 我不知道这种螃蟹和我们上次在沙滩上挖到的是不是品种不太一样 它每一只都是在这种石头上的小洞里窝着 虽然个头小一点 但是数量还是挺多的 几乎每个石头上都有 为了能够效率高点我直接用脚去一个一个踢开那种大个的石头 还别说我这四川无垠脚还是有点威力的 哇这个好大快点过来看小鱼鞋 快快看这个看这个 就这个洞里面看没看没大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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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海星都相继出现了 两个小时的赶海今天结束了我们就挖了一螺框给大家看 特别沉的一螺框给大家看里面有什么内容啊 看了内容 大螃蟹小螃蟹 然后海螺 然后生蚝 啥味都有挖了一螺框 虽然不是特别多 然后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是换来了很多的收获 我觉得很值得今天的这个赶海之旅 今天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赶海 对于起降来说也是第一次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 好开心啊 还是挺好玩的 好玩吗 随后我们回到渔民大姐那里让她帮我们把抓到的这一螺框海鲜都加工了一下 做成了一锅海鲜粥和一份炒螃蟹 虽然小是小一点 但是亲手抓到的吃起来真的特香 自己抓的螃蟹格外香 耶